大家好 我是王慧琪 前幾天呢 台灣呢 因為梅雨季節 所以呢 幾乎整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下著雨 然後天氣就是這樣硬硬的 可是相對於那個氣溫來說也是屬於比較涼爽的 那這幾天呢 天氣呢 就恢復了放晴 那在那個從涼爽的天氣呢 進入到這種炎熱的天氣的時候呢 我發現呢 我自己的那種心情呢 就照了起來 然後呢 就讓自己曾經在一種低氣壓裡面 然後覺得很鬱悶那種感覺 那在這樣的情緒之下呢 我發現呢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做事情 那在處理小孩子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呢 也變得比較激躁 然後相對於說出的話呢 也比較不那麼好聽 那我意識到這樣子的自己的時候呢 我知道這種情緒呢 是屬於一時之間上來的 那他就是由我要去面對跟處理的方向 所以呢 我呢 就又想到了我之前給自己的一句話 那就是 所有事情的發生呢 都是為了要來幫助我的 今天我有這樣子煩躁的情緒上來呢 相對的 他也是要來幫助我 他要讓我看清其實我內心焦慮的是什麼 我恐懼的是什麼 當我能夠以 他是要來幫助我的這種心態來面對他的時候 我發現呢 我比較少了批判跟埋怨 我比較可以去正視他 所要帶給我的另一層正面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也比較可以很理性的判斷 跟比較平和的來處理我周遭所發生的事情 當我扭轉了這個意念 當我正面的去處理我的情緒的時候 我去了解 我這樣的情緒是因爲什麼樣而產生的 當然 天氣的變化 它只是帶動出我這樣子的情緒 可是其實是我內心裡面可能常有怎樣子的 比如說對自己的不滿意啊 或者是說 其實是可能有什麼樣的一件事情放在我自己的心上 然後其實我一直不敢說出口 或者是我沒有去完成它 這樣子的情緒上來呢 讓我感受到自己的狀態其實是很不OK的 讓我知道原來其實我內心裡面藏著一些事情 是需要我自己去處理去面對的 那我很感謝這樣子的情緒上來 它讓我知道說原來我內心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也讓我有機會學習我如何去處理這樣子的情緒 所以我發現呢 這句話對我很受用 就是呢 其實所有事情的發生 不管它是好是壞 其實都是為了要來幫助我們的 當我遇到負面的情緒 遇到我覺得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我先給自己打了這一劑強心針 我發現呢 我的頭腦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也不會讓自己一直陷入埋怨的圈圈裡面 當頭腦比較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它另一面所要帶給我的 是什麼樣的一個成長 那這就是我覺得當情緒上來的時候 對我很好用的一句話 嗯 就是所有的事情的發生 都是為了要來幫助我們的 嗯 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麻煩你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加訂閱 喔 還有 我小朋友教我的 要記得打開你們的小鈴鐺喔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囉 謝謝 下次見 掰掰 掰掰